因为我请教什么 因为关于梅西C罗的 这是所有球迷都关心的 因为我知道的是 因为我这两年不是搞自闭症儿童的 我说梅西都说有轻度自闭症 或者高功能自闭症 C罗是有自恋型人格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每天要照镜子 而且中场休息必须得照一下镜子 下半场才能发挥好 我就问亚平老师 我说这个顶尖的运动员 是不是都是特殊材料组成的 所谓的特殊材料是不是特殊性格 特殊人格 交给这个科学家去研究 反正我觉得从运动员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最起把的 他不服 不服气 然后不是那么容易认头 然后对一些事情的话 比较较真儿 甭管是对事儿还是对他自己 他会比较较劲 轴 对 所以运动员可能得有这几个特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可能我们也比较喜欢的 就是要有自信 就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孩子啊 他挺自信的 他其实明明球打的并不怎么样 但是他觉得他能赢 从哪来的呢 天生的 天生 就是这种自信和稍微 这个不自信一点的孩子 我们更愿意要那个自信一点的孩子 如果他俩差不多的情况下 因为他有自信他就敢 他敢给你拼 他都不拎 我们运动员需要这种 有点二愣子精 所以我问雅萍老师 我说您这天生的后天练的 他说他从小是 谁赢了他都不让谁走 对不让人走 必须拿下 小的时候就是不能赢我 我们每天都比赛嘛 比赛了 你今天赢我 不行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咱俩打 一直打到最后 我赢了 行了 你可以走了 对 也许他饿了 他一点没说错 因为我看那个 麦克尔乔丹的那个纪录片 就说他有打球之前啊 给他那个随行那几个助理啊 打不客 打不客都不能输 就输了就不行 不能走 就你知道吗 就乔丹 这一个病 乔丹在那个球场上 就是说 他们就说 你要谁跟他调侃他一句 那你算灾难降临了 对 说垃圾话 就说垃圾话 对 就叫说垃圾话 他就他在这一场里 他不把你虐 虐个死 他不算完 哎 这人他真是得有这么个劲 有的劲 对 运动员其实都需要这样的劲 越到顶尖的越需要这个劲 但是这跟狂妄有什么区别 所以有时候就差那一点 过了就是狂妄自大 不能吸收别人对你的意见和批评 那我那些没打好的时候 甚至于有的时候是落后的 可能是是翻盘的 那你为什么是落后的 那又为什么又翻盘了 我们是完全要扒开 一层层层层扒下去的 就是完全是扒到体物完肤的时候 你真正看到你最真实的自己 甭管是在计算术层面上 还是在心理方面上 所以顶尖的运动员是 非常非常敢于去面对真实的自己 这是挺难的 所以说有这么一种人格的人 这个新的力量能让他成功 我觉得上次你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咱就不说了 对吧 但问题在于 他能在这个十一年内 完成别人二十一年的学历 最后上剑桥大学拿博士 而且是经济学的博士 而且是土地经济学 土地经济学 我说这哪跟哪啊 你为什么学土地经济学呢 他只有那个系是叫土地经济系 你现在能规划国家土地经济系吗 规划不了 当然了 一般人就会想 这肯定是萨姆兰奇走后门 建桥收你 是不是也跟冠军有关系 肯定是 多少有点关系 写推荐信 老萨是确实发挥作用了 也不能小瞧了建桥 你避不了业还真避不了业 他害眼了 60万字的博士论文 土地经济学 我听到他就是 从26个字母你开始 当年他先上清华 一开始我觉得我在清华里 最差的一个就是一个学渣 就是一个学渣 在清华就是最差的一个学生 真的是这样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运动员好在给了我一个 可能被训练过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吧 我觉得任何事情啊 从现在做都不晚 然后任何事情从零开始学也都不晚 虽然我那时候24岁 开始学ABC 然后但是我因为从运动员来讲 我是完整的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路 就是从小孩从不会打球到会打球 最后到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 从不会到成为第一个世界冠军 十一年的时间 我是这条路是完整的走了一圈了 我知道一个事情 你是需要多少的努力 需要多少的时间才能沉淀出来的 我即使去学习 无非也是这一趟吧 所以这一趟的话呢 没有可能给你任何的捷径 一开始就是上来就是量 先起量 先起量 量到一定程度是质的变化 那只有压到那个程度以后才有质 你前面没有量 没有质 所以我觉得这些很简单 对于我来讲 我已经走过了一遍 已经很简单 所以读书也一样 读英语也一样 学英语也一样 咱们就说迎接新挑战 今天咱们每个人 我现在发现包括中老年人 在今天这个社会都遇到新挑战 你换一个工作 你像那天我碰见一个朋友 你到一个网络平台 他说就是要不断学习 你就不断更新 就今天一切变得太快了 那你碰到了一个新的 有一种性格的人 就是畏缩 我不是特别害怕做任何事情吧 我觉得这个方法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怎么能够抓住自己的 最擅长的东西就是扬长臂转 跟我们打球是一模一样的 你老去跟人打到人家的套路里头去 你还想赢吗 是吧 因为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你一定要尽可能拉到你的套路里来 甭管比赛打到什么程度 你都得打回到自己最舒适的地方去 有一些东西的话呢 是需要通过激战术来变化的 比如说有些时候 你需要打球打得更快一点 打乱他的节奏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事不在你这边 那时候呢 你需要去变节奏 需要去变节奏 因为你只有变 才有可能再打回来 才又打回到你的套路里来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做事情 我们特别想追求不变 就永恒最好稳 是吧 别承担什么风险 不要搞什么特殊的东西 其实啊 你越怕这样做啊 你是越难 越去很难去适应它的变化 因为唯一的变 唯一的不变 就是变 对 人两位嘉宾也不一样 对啊 您今天衣服穿的也不一样 我也不一样 对啊 我就跟着你穿的 然后你看 永恒不变的 其实一直在变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应变 适者生存 适应这个变化 而不是畏惧这个变化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抗拒这个变化 但同时快速的找到 更适合于自己的东西去出击 又打回自己的套路 就我刚才说的这套东西是 永远高手对决的时候 永远是在寻求变化的过程当中 找到你想能够支付 而被你打败的那个人实际上是变不过来 就被你打败了 慢了 慢了 这个应用于人生方方面的 这都是其实中国乒乓球队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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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或者是称霸世界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独有的一套方法论 这个亚平老师啊 他讲的很多啊 我觉得真的 后来在这个心理学研究当中啊 得到验证 现在有一门心理学叫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 你知道吗 那个有一个课程在哈佛大学 豆瓣平分什么9.6 就很多人 这是一个我干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教授 他说他原来就是一个焦虑失败一个什么的 他说他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就现在比我以前快乐的多 幸福的多 他有很多时政的不是咱们说的什么传销啊什么 他不是那个 他是有确的对照组啊什么什么的研究 就是说你可以变得快乐 比如他举个例子 西方这个很大规模的这个这个研究 就发现呢 呃多少位成功者 最后发现呢 他们第一在学校里的时候并不是成绩最好的 呃 第二呢 他们也不是智商易于常人 很普通 但是呢 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共同之一 有很多共同特征 共同特征之一就是 他们善于从失败寻找意义 甚至是盲目的乐观主义 他就兴致勃勃的 就说哎呦这下没打赢 这是这因为什么 因为我发球不好 好我就针对着他 我就练这个就是你知道 他这箭头是他是向上的 咱就要不说咱老说正能量 其实还真是 他说很多人包括像那个马斯克 对 当然也有人说马斯克是什么阿斯伯格 都是做中国证 也是我们这领域的 也有一种特异人格似的 但是就是你看 他每一次他这个失败呢 鼓起的都是他的 都离成功又进了一步的那种感觉 有人就说这马斯克和这个NASA 他们都造火箭的嘛 就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呢 像NASA这个就是美国国家的 举国之力这么一件事 他是不允许真的失败的 所以他每一道程序都是标准化的 你这一个设计或者这一个零件 必须是符合我的这个标准 我才可以用 而马斯克呢就是造火箭爆 我就让他爆炸 就一次次失败 我最后弄出来一个 你们谁也想不到 我真的可以回收火箭 就稳稳地站在那 就是没有人 除了科幻电影 没有人做得到的 所以他们就是两套 完全不同的思考系统诞生的产物 还真有人就是科学家 这个专门统计运动员 跟普通人的性格类型 就指数高低 就是我看的呢 就是普通人的指数高低 就是沮丧指数普通人高 焦虑指数普通人高 然后自我怀疑普通人高 运动员高的指数是什么呢 自信指数 乐观指数 还有一个修复 就是心理修复 能力是超过普通人 他如果具备了这几样的特点 那他肯定比我们更强大 可以迷之自信 对 而且问题在于是什么呢 让我们振奋的是 就悲观的人 消极的人 是有方法的 我跟你说 我过去完全不信这一套 我觉得就是五迷三道的 对吧 但是呢 我现在觉得 那个有之后尝试一些 有好处 而且我就想起了邓亚平 你知道 跟你上次来说的这个 他们运动员 这个面对压力极大的比赛的时候 有一种叫想象 这个积极心理学啊 就是告诉你 比如说咱们要做圆桌了 你在家里啊 你要想象 就是你想 我现在真的就这么干 我想 这招别人学去了 我得想象 亚平笑语炎然 采夫 乙军 我们都很快乐 你想象那个情景 因为他这个里边很玄妙 他说人的大脑分不清 想象和现实 你想象对他也是个刺激 他就按照那个做反应 我一下想起你讲过的那个 怎么想象 如果说 你把平常考试的场景 放在你平常学习的时候 你天天这样 天天这样 真到了考试 你会怎样呢 你还会紧张吗 你不会紧张 对吧 但你怎么能放在 这就是需要让你平常的时候 就要收住 不是那么的松 因为你要把平常 我今天就是训练嘛 打丢一个打丢一个 无所谓的 学习今天 没关系 偷偷懒 跑跑跑 这个开个小差 没事 是吧 答题对围的也没关系 反正也不是考试 你要这样松下去 你到了比赛的时候 你紧不了 你到了考试 你一定紧张 而且紧张 你是没办法控制的 因为我们最后 打到顶尖的运动 研一定是可以控制紧张的情绪 不是我们不紧张 是控制紧张 而且控制紧张的情况 是只是控制你的情绪 但是你的这个肢体 因为我们已经千百次 上万次 多少万次的训练 这个肌肉已经完成形成 完全形成肌肉记忆了 那么我们的大脑的线路 落点线路 都是下意识的 有的时候 你发现有的时候 球啪啪一下就过去了 这根本就是下意识的 为什么 是因为你平常的量 已经足以达到 就是只要我一开动 啪啪啪啪啪啪就来了 但是控制情绪是很难的 尤其控制紧张的情绪 是更难的 所以这个时候 靠什么平常 也要靠平常去训练 而不是到最后比赛 告诫自己 不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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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紧张 因为拉回到平常 自己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就不能让自己太随意 要紧张起来 而不是太放松 这个让自己愿意 怎么弄怎么弄 这是不行的 那训练生活 不是太痛苦了吗 天天 你想赢吗 想赢吗 你的动力够不够大 强烈的愿望 你想赢吗 你如果想赢 你就得克服这样所有的别人 就是我们要逆向思维 我们要逆向思维 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你要去做 那你当然赢了 你的自律性 你最后胜出 一定胜出在这些所有的这些细节上 而不是夸一下 你就比别人强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教练经常选人说 是要找训练情况最好的上场 足球运动员 你训练场表现最好的 我选你上场 更接近实战的 对了 训练越接近实战 最后就能发挥 但是你说这个 你说 没有没有 我就说刚才说到这个 我就想到有一个书叫 刻意练习 他就说什么人他练习 就是一样我一个谱子 这个音乐家 我钢琴或者是这个小提琴 我来演奏 他们就看什么人能够比别人练得好 大家一样的时间 他说就是那种 大家首先你这个量是 都差不多 都要一定的量 而那个练得好的人呢 是在于 他能去想象 当我拉这个曲子 拉得完美的样子是什么 就是我心里先有一个 他们叫什么 想象的一种表征 一种图画 当然你要非常谨慎地 搞清楚 人是有极限的 咱也不能说是精神胜利法 但是呢 他现在的很多 对人类的调查研究表明 就是说呢 很多时候成功是一件叫做自证预言的事 嗯 就是自证预言 你明白吗 就是你心里想象 那个成功的全部过程 嗯 是 比如说到 决赛 到决赛之前 到决赛之前的话呢 一般来讲 我都会去想象这个决赛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把自己套到那个环境当中 去想象 当中 这个对手今天会用什么招 因为上一次输的 他一定会寻求变 嗯 我上次赢了 我就要算他怎么变 所以这个是蛮难的 哎呦 这斗智斗语啊 哎呦 对了对了 因为 因为变可以变得无数 对吧 那你算他 他也算你 道理是一样的吗 对对啊 你觉得你算对的时候多 还是算错的时候多 那你就看战绩了吗 哎呦 就你穷性的可能性比别人多 应该是这样 我你想象半天 我想想半天 结果你知道 来了之后说 这嘉宾临时有事不来了 哈哈哈哈 你不换人 那你就 你看 人生充满变化 你比赛也是 你怎么可能 对啊 所以像我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要做好 这个应急的变化 包括这些 可能是在球场以外的 我们还真就 真就遇到过 那什么 你跟我说 真就遇到过 哪一回 呃 96年奥运会决赛呀 女单决赛呀 嗯 打沉静吗 哈哈哈哈 打沉静吗 嗯 打到2比0领先了吗 嗯 打到15平 因为那时候21分嘛 打到15平 我正是顺的时候吧 2比0领先 打到第三局15平 这个时候叫停了 裁判叫停 为什么呢 因为 场上的这个观众席上啊 打警察 出状况了 哦 这个观众席上乱了 哇 这这也是兵法呀 说不定陈静安排了 他安排的 哈哈 涼了 涼下来 对 乱了以后呢 裁判叫停了 叫停这个时候呢 我就走到后边 张志老师我的场外 张志老师是大人 打警察了啊 看一下 我就不再过了 脑子就还是集中 然后呢 这时候就再看警察 把那打人的 这个观众 都抬出去了 然后接着打 停了几分钟 打警察的结果 就是他被抬出去 对 然后停了几分钟 停了几分钟呢 刚才潘老师 特别专业 就凉了 有点凉了 是是是 那个节奏啊 有点凉了 变化了 对 凉了以后呢 打到20平 我输了 打到20平 我输了 就是这个本来呢 挺顺的 对 然后这个这么一下呢 输了 哎呦 这第四局 我完了 对了 这个你没法去预测 没法计算 没法预算嘛 对嘛 对嘛 就打乱了嘛 就打乱了嘛 打乱以后 第四局就打得特别不好 就我自己打乱了 就自己老想第三局 这球打的 他老是 出不来 后悔 对出不来 最后就打到2比2 那怎么了 尤其是2比0领先 被3比2翻盘的 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 因为那边越打7越胜 越打越7越胜 你知道吗 你这边反而越打越难受 感觉别扭 是是是 然后打到2比2下来 我自己在想 这个时候 前面我还2比0领先呢 还有领先的是吧 这会儿突然就2比2了 这啥也没了 原来还领先呢 还觉得还有资本呢 这会儿没本了 成0比0了 那我就当0比0打 我自己自己开始调整 我说那我就当0比0打 因为我既然能2比0领先 我就能从0比0一样打下去 就是当时自己给自己这样的一番 这个对话吧 心理的对话吧 对对对 就是重新开始 然后这个时候 对方的心态呢 也开始做了 也有一些变化 他看到希望了 因为打平了嘛 那他就最后一局决胜局嘛 那当然就有希望赢了 原来在搏的过程当中 你落后的时候 你不会想你赢的 因为你在落后 你这个时候就是勇 就是搏 对没错 他是这种态度啊 就是我们一般打球 心里就是这样 但是打到2比2 又打到关键局的时候 这个时候 因为赢可能性是有的了 这个时候呢 他也想法多了 砸念了 因为你赢了就是奥运冠军啊 对啊 因为他也有想法了 那反过头来呢 我呢 又当0比0打 我们俩又在互相的在变化 互相的在变化 那变化以后 我上去呢 我就比较正常的开始出手 就是也开始打回来 就打回来 我原来那种感觉的东西 然后一路领先 一直打到 我印象当中10比2 10比2啊 打了10比2换边 我一直领先 然后自己给自己要求 就是一分不能送 因为曾经被打回去过 那场球啊 真的怕倒回去 然后一路领先 一直打到 最后是21比5 直落 这谁也没想到的 我也没想到 但是我就一分都不敢送 就一个劲的这样打 然后呢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了 反正就是这场球吧 就大起大落 意志的较量 所以呢 就是特别特别考验 就是运动员临场的应变能力 所以为什么我就爱听这个亚萍讲他这个打球啊 他讲的是球啊 我想的都是人生啊 我为什么说可以向他借鉴 兵败如山倒 对 你这个为什么过去这个中国历史讲 这个中兴之主 比那个开创者还了不得 对 因为他是在颓势下 嗯 你想想吧 你干一个工作 很多人就是一触即溃 就是说 你能不能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过去的就过去 对 放下 过去的就过去了 没错 这个很难 不要后悔自责 哪怕你回家全完了再自责 对的 下面还有事呢 是的 像顶级运动员 你肯定是心里的自愈能力是很强大的 嗯 那我听说亚萍老师就输给老外五盘 这个这个战绩简直前无古 三场 三场 真的 嗯 就基本没输过 但是其中也输过 这个我印象最深的 实际上来讲呢 是这个有切腹之痛啊 切腹之痛 还不是小山之力那场 不是不是 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 出小山当然是 是 是怎么说呢 呃 你说我 我真的是尽力了 当然是我要打得好一点 那更好了啦 但是不管怎么样 是输了一场球 是不应该的 但是呢 其实是 这个在 九一年的时拼赛 嗯 九一年的 九一年的时拼赛呢 是在 呃 日本 也是在日本 呃 日本呢 这个团体赛的时候呢 就是 朝鲜韩国联队 第一次 合起来 因为我们当时的对手呢 一个是朝鲜 一个是韩国 呃 当时是我们最强的对手 嗯 因为以往来讲 中国中 作为中国女拼啊 这个 韩国也好 朝鲜都赢嘛 对 这个联队打了以后 就打到决赛了 打到决赛了 那天呢 也是 呃 他说怎么样 那我就 因为运动员是这样 我们有过经验啊 就是判的时候呢 我只要不连续发 嗯 我换一个发球 我再发 他可能就不会判 结果呢 我再该我 五个发球吗 那时候 五个一轮嘛 五个一轮我再发 接着判你 呃 直接就给我判毛了 他判的不对 是吧 不 他这个有时候嘛 这个东西就看裁判的了 他说你抛过了 那他就是抛过了 因为那时候全是肉眼 不像现在 现在有机器 你明白 现在有机器 有阴眼 你如果抛过头了 或者抛哪了 他哪上 他都可以去去覆盖的 原来全是肉眼啊 他说你判过 他就是判过了 非常非常主观的 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碰到 这个 这个派瑞典裁判 就不怀好意 为什么呢 瑞典裁判 中国第一打敌手 哦 你会分析 然后呢 这个 判完了以后 这场球我输了 这场比赛我输了 我输给了这个 朝鲜队的余顺服 然后导致最臭 这场女团的决赛 我们2比3输掉了 2比3啊 切腹之痛了 2比3输掉了以后 是渊源在哪呢 是因为 我呢 是89年 拿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是拿了女双的 但女单 我输了 所以呢 我是用了两年的时间 一定是希望能够 既是女单 又想拿 女团嘛 女团是作为荣誉嘛 因为这个集体 集体嘛 中国队 对中国队嘛 结果女团上来就输了 女团打完了以后 第二天是男团决赛 我那个时候 这个 就是人 就是这个 痛到什么程度 就是失败了以后啊 我看那个电视 转播那个男团 男团的决赛的 那个现场啊 我都在哭 我就在酒店房间里头 我们都没有去现场 在酒店的房间里头 我看了那个场地 我就哭 然后这个男团决赛完了以后 一般来讲呢 整个大会呢 是中间休息一天 组委会会让大家 组织大家到城市啊 观光啊 买买东西啊 去看一看啊 他都会这样安排 有的呢 我们的队友们也有去的 城里头啊 去转一转 我没有 我一个人 背着一包球 背着一包球 到训练馆 没有人练球 因为这天都休息了 等于大会休息 我一个人 背着一包球 自己到球馆里头去 练发球 你是要把那个沮丧的劲 让它过去 还是真的 就我 我哪错 就从技术上要纠正 还是把这个情绪要 排泄掉 都有 但是情绪这件事情 我输了 我就认了 因为这件事情 我还不到我总结的时候 因为后面马上有单向 单向呢 我有这个 我有三个单向 单打 双打 和混双 我虽然女团输了 那我要单 单向我要打回来才行 所以肯定不能说 我输了输了 那你后面就甭打了 怎么打呀 是不是 肯定是放下 需要放下 去解决什么 技术问题现在 因为判的是你发球嘛 所以呢 我那个时候 自己背这包球 就去到球馆里头 然后哐着哐着 哐着哐着 在那练了好长时间的发球 没有人 没有别人 就我一个 然后扣边 马上开始打单向 打单向 结果呢 就是冤家路窄 我的单打这条线的 十六进八 就是余胜福 哎呦 难吧 那个时候太难了 极其焦虑 对啊 你想 两年的时间 甚至是我从小五岁打球 打到我那个时候是十八岁嘛 十八岁 我为了这个女单啊 我十几年的心血啊 好